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奶油咸蛋鸡 来看看我们准备的材料有什么 一粒咸蛋,今天我们只是用蛋黄就够了 将蛋白蛋黄分开 好,拿去蒸5分钟 今天准备一条腿,鸡腿去骨了的 它的这个骨的部分切掉,我们不要用 将我们的鸡腿切成厚厚的一片片 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刚刚好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准备腌制它 打一颗鸡蛋下去 少许的盐 一叉匙的胡椒粉 过后呢,将它抓一抓,抓均匀 抓均匀后呢,才放入一汤匙的玉米淀粉 将它搅拌搅拌一下,给它均匀 均匀后呢,盐制30分钟 好,我们现在的压蛋黄 咸蛋黄已经蒸好了 用小汤匙压一压压碎它 大概这样碎就可以了 准备我们的3克蒜米末 一条红辣椒切丝或者切片 家里也拿一条就够了 今天我用这个奶 无糖,没有咸的 没有咸的这个奶油 2克就够了 还有我们的玉米淀粉撒在一个盘中 鸡肉腌好了呢,就将我们的鸡肉放在玉米淀粉上 让玉米淀粉完全的包住我们的鸡肉 像是平这样就可以啦 好,现在热一热我们的油 先炸一炸我们的鸡 将我们的鸡放入锅中炸 用中火,耐心的等 炸大概一两分钟 直到它定型 定型后呢才翻去另外一面 炸至金黄色就可以啦 好,大概这样金黄色就OK啦 将它捞上来去油 先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和放入我们的两克的那个奶油 这个方法呢,会让奶油不烧焦 奶油不会变成黑色 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放奶油下去炒的话呢 奶油会很快烧焦或者变成黑色 颜色就不漂亮啦 所以说倒入一点点的油显 好了,然后呢放入红辣椒和蒜米末 加驴叶 下去炒 炒一炒 煎一煎 直到它爆香为止 炒一下就可以啦 爆香后呢才放入我们的 咸蛋黄 一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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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水的话它的汤的话呢 放多一点也无所谓的 好了过后呢调味两茶匙的糖 一茶匙的盐 再搅拌一次给它均匀 均匀后这个步骤很重要 一定要试一试那个味道 如果味道ok了呢 我们才放入我们的炸鸡下去 炒一炒搅拌一下它 给它的那个酱汁 完全的包入我们的鸡肉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关火 准备上桌咯 咸蛋鸡奶油就大功告成了 简单又好吃